人们已经关注他数千年了 他肯定是有帮助的 哈喽大家好这里是飘飘飘哥 享受预言的神奇朦胧探寻人生的真谛回声 今天阿比亚再次发布新的预言 为了更好地给大家提供资讯 我们一如既往地和大家 以同生翻的形式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后期分析将会随即推出 油渣花生米闲言少叙 起航 今天在这个视频中 我将谈论第三波疫情 以及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未来几个月会发生什么 它将如何影响明年 以及2022年4月左右会发生什么 火星和土星最近有一次对冲 我们刚刚看到了这之后世界的变化 就在三四天前 我们在7月中旬遇到了火星土星的对冲 从那时起世界的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发生了许多新事件 清楚地表明 这与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有某种联系 尤其是在6月21日木星开始逆行之后 我相信这只是冰山一角 它可能会告诉我们2022年4月前后会发生什么 这是今天研究的主题 我将在本视频以及另一个视频中详细讨论这一点 我要特别制作的一个2022年4月的视频 火星和土星将在2022年4月相遇 这被称为火星土星的核像 在此之前我们刚刚在12月21日 进行了一次很好的核像 当然我们看到了之后的事件是戏剧性的 我们看到了与COVID-19相关的大量死亡 这次触发了许多不同的情况 2022年4月左右会发生火星土星核像 目前我们有对冲 接下来我们将有核像 无论哪个国家 如果是2021年6月至11月之间的 第三波小于第二波 它都可能在2022年4月面临更大的浪潮 我想重生 如果第三波对任何国家来说是温和的 它可能会在2022年4月 和其他国家一样面临更严重的浪潮 而且我们必须注意到 而且我们必须注意到 然而2022年4月将充满戏剧性事件 这也可能会影响未来几年 它们将是在那个时间范围内 发生的几个事件 在我看来 你们在屏幕上看到的东西是没有用的 我将就此向你们传达一些重要信息 当然 如果我只是说这个视频可能会被删除 接种率最高的国家已经看到了 他们视同保护自己免受疾病清洗 然而疫情却是势不可挡的浪潮 这就是我当时给出这种解释的原因 当然我们不知道实验室里有什么 乌拉圭还有更多的国家 匈牙利 这是最好也是最大的例子 说明即使是接种疫苗最多的国家 也能在人均死亡率最高的名单上排名第二 说到COVID-19 这就是驱使我认为化学的或人为的注射是毫无用处的原因 只有通过自然的阿玉废陀方法 身体的SATVA才是解决未来几年人类将面临的 所有危机情况的唯一的方法 我不是基于疫苗免疫的支持者 甚至不仅仅是基于感染的免疫 基于感染的免疫非常重要 但我不是他的支持者 我相信通过阿玉废陀措施来增强我们的免疫系统 这些措施来自我们古代圣人的经验格言 以及支持阿玉废陀生活方式作用的压倒性科学证据 江黄有助于防止病毒引起的死亡 人们当然并没有在这一点上给足够的关注 我们不应该害怕目前的情况 我们应该用包括信仰在内的所有重要事物武装自己 我们还应该使用阿玉废陀疗法和方法 以及完整的阿玉废陀生活方式 以积极的态度和对至高无上的信念来解决危机情况 而真正的危机可能会以不同的形式在不久的将来出现在我们面前 例如让我给你一个简单的东西可以帮助你提高你的免疫系统 有一种草药叫青牛胆 最近有几家报纸发表文章说过量食用青牛胆会导致肝损伤 让我告诉你任何东西过量食用都会导致肝损伤 任何东西 如果你只吃一些特别像青牛胆这样有效很强的草药 那么任何东西都可以过度消费 它肯定会给你带来一些问题 但青牛胆在繁衣中是阿玉废陀 它已经使用了数千年 所以正常使用青牛胆不会给你带来任何问题 它是完全安全的 尽管它应该像您使用的其他东西一样的着量使用 任何简单无害的东西如果过量都会引起不适的反应 而青牛胆是一种救命的药草 可以很好地用于治疗任何病毒性疾病 它已被证明对大多数病毒问题有效 僵黄还有助于减少细胞因子反应 而因此它也是大有益处的 根据医学研究 我们看到细胞因子反应是许多患者死于COVID的主要原因 通过服用僵黄中天然存在的僵黄素 可以减少身体过度免疫反应 还有很多自然的疗愈组合 我们需要做更多的了解和研究 有太多拯救生命的方法 我们需要良好的通风 而不仅仅是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窒息 而且无论我们走到哪里 都会有一种东西让我们窒息 但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遭受这么多问题的真正原因 我相信 而是时候让我们都意识到 我们是需要自然新鲜空气 需要暴露在阳光下的人 我们需要过人类的生活 而不是封闭的密不透风的空间 我们也需要开始尊重我们周围的其他生命 包括动物和其他对于我们有帮助 并且是我们生存基础的生物 我们需要开始尊重我们周围的其他生物 我们必须是非暴力的 尊重大自然 利用大自然 通过代代相传的天然药物系统 为我们提供的有效果 我们需要开始尊重这一点 台湾和中国其他地区和东南亚的观众 无论遇到什么疾病 我都希望你们按照自己的传统方法 我相信它会给你们带来好的良效 和你知道的有效的结果 人们已经关注它数千年了 它肯定是有帮助的 所以凡是单纯的对传统医疗体系产生怀疑 而没有进行适当研究的人 在将矛头指向如此丰富的 又以及无数个世纪以来 我们认为的古人 我们的古人交给我们的医疗体系之前 我认为应该照照镜子 看看自己的脸 先分析一下自己 我相信我们都可以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 解决任何类型的问题 如果我们都起心协力 就不会引起恐慌 谢谢 这就是阿比亚的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网探小七的同声帆 我们先分享到这里 下一期更加精彩 感谢您的收看 独在异乡为一刻 每逢孤独 看飘哥 Peace